大家好 秋季给兰花换盘的时候 盘里就要别加三种料 如果你一旦给它加进去的话 它很容易出现一个积水 影响根系的生长 就要导致腐烂 整个集中出现一个死亡的现象 那么是哪三种料呢 第一种就是这种泡沫 这种泡沫很多花样看到眼睛并不陌生了 这种花盘给它垫底的话 你以为它沥水性比较好 其实它这个沥水性比较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泡沫如果被压的变形的话 它死死的塞在这个盘底下面 这个沥水拱出的话 盘底比较的容易潮湿 就是把这个孔系给它堵住之后 它出现一个积水的状态 就导致整颗结构不生长的情况 所以这种泡沫千万不要给兰花垫底使用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水泥块了 很多花有说这种水泥块到底能不能给兰花垫底 其实这种水泥块呢 千万不要给兰花作为一种垫底使用的一种 排水所用的一种小石块 这种的话呢 最好是少用 最好用一些瓦片或者是一些砖块给它打碎 然后经过了一个浸泡之后呢 再给它使用是比较好的 因为里面所含的水泥是对这个生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另外就是没有腐术好的这种有脂肥的话呢 千万不要给它使用 对它的生长是比较的不利的 因为它不但会散发出这个异味 还会遭有一些种害而影响这个兰花的生长 也会污染它这个周围的环境 所以一定要给它适当的腐术 再给它添加到底部作为基肥底肥使用 所以一定要挑选一些腐术好的有脂肥 给它作为这个基肥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这种已经风干好的羊分是比较好的 而且是比较好的一种羊分 它不会造成一个土羊板结的现象的 这个肥力是比较的充足的 所以使用这种羊分作为一种底肥是比较好的 所以欢迎在养护栏花换盘的过程中 这几种物料朋友给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你可以把它养得很好了 好了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下次再见